老太太 爸 如果你找老太太 说动她 十万就会卖给你 你得去找她 把这个价格弹下来 好不好 我才不去说呢 所以啊爸 你都觉得为难我不更为难吗爸 行 三十万就三十万 爹虽然没有这三十万 但是我可以去转 我年轻的时候呢 学过修自信车 明天我就在大街上摆个摊 修自信车去 爸 我求你 你能不能别为难我好不好爸 这怎么是我为难你呢 是你为难我呀 你说我上哪儿去弄那三十万呢 我只有去修自信车 去挣这三十万呢 如果有人问我 我就跟他们这么说呗 我是为了攒钱 给小儿子买房子娶媳妇 我大儿子呢 有两套住房 住一套卖一套 我把钱攒够了以后 从我儿子的手里 把那套闲置的房子买回来 给我小儿子住 不就这么回事吗 爸 爸 别生气了你 你修什么自行车啊你 跟你甭给闹了啊 这房子我不要了 如果有想嫁给我的女人 跟我提房子的事 我就让她玩去 爸 爸 你别着急了 我得想办法吧 都是我这个当地的没本事啊 连给儿子买套房子的钱 都拿不出来 没本事啊 你看你看呀 你这都不多余账会写新闻库 你看你这都什么样了 特别有个幸运很可怕 你真是的 我们也不想去看看 她让我吃饭了 她都不想去吃饭了 多少钱 我都不打算这个 来 来啊 我吃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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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谁要吃的 没人跟你斗了 寂寞了 说对了 你怎么样 如意得水吧 肯定比吃饭事强多了 就一点好处 经常能见一些大领导 是吧 你猜我昨天跟谁吃了吧 谁呀 真的呀 真的 你能和这么大领导吃饭呀 就吃个饭嘛 可是 就算是前局长 都不能跟人在一桌 我们根本没机会了 不过也没什么 就算让你跟这个大领导 在一桌吃饭 你也不会长长你肉出来是吧 小狼 你比如说 你还真长肉了我发现 你看 你以前啊 你看你这个脸 虽然也是胖型的 但你这块肉没起来 你现在这这这这 这两面肉都起来了 基本上往面包发展 就是个面包脸 哥 你说 这要不然我怎么 现在减肥呢 听听的呀 那说不定混得不错 来 中科技 也不是 不是 不是混多好 现在浅姐 你说什么 浅姐 小梁 你能不能不编呀 咱们今天续友情的 不斗智斗勇 你给我哭这么穷啊 我又不为你借钱 哥 我 我 我 不不不 那个我 你怎么可能前几呢 你不可能前几 我现在真前几 以前在社里头 我好歹报个销 报个票什么的 我有活钱 现在 在局里挣死工资 再说了 我就算能报票 我不能太过分 我刚去 你说时候不 也是也是啊 以前就算有点积蓄 现在有孩子呢 现在我每天就万万点钱 真前几 借他够 好 你现在好歹副社长 好 好 把这个看过 不是 这顿饭我请啊 好好 好 好 以后少不得麻烦你了 钱没借了 借了一堆发票 好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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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西彤啊你打我电话了 对不起 我没听到 啊 什么 这会儿啊 这会儿我有时间 那先我马上赶过去 好 一旦等我啊 我知道那个地方啊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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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谢谢啊 谢谢 等你半天了 嗯 路上堵啊 还行 哎呦 哎呀 嗯 嗯 好 哎呀 路远 好好给她坐 她这是大领导 好的 真舒服呀 先生你好 照顾了 今后做菜节目 啊 找了什么事 这事就是找你随便聊聊 啊 你和我姐这段关系怎么样啊 还那样 时好时坏 哎呀 今天吵明天好的 好的时候啊 发誓再也不吵了 吵的时候就全都忘了 你怎么样 我就多疑问 你跟小丽算是模范夫妻了 小丽懂事温柔 善计人意 哎 哎 每个人看到的都是别人生活的表面 每个人呈现给别人的 也都是生活的表面 什么意思啊 你跟小丽还不幸福啊 幸福倒是幸福 但是 姐夫 如果你出差 我姐三天两头怀你 你怎么想 啊 啊 啊 轻点轻点啊 轻点 那个什么 你你这个 小丽她会她 我这老婆啊 比我厉害多了 行了 不说我了 还说说你吧 哎 那房子装修了吗 别提房子了 不分房子还好 一分房子 麻烦事来了 真的是大麻烦 哎呦 为什么 信童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呀 对呀 信童这个事你能帮我 我现在真遇到大麻烦了 哎 信童 只有你能帮姐夫 帮我过这一关了 真的 你能帮我 跟你嫂子交易去吧 她要是问起来啊 你就说爸借了你十万 剩下的二十万 是你几个好哥们儿 凑钱借给你的 这些人拿上去吧 我不是说了吗 这房子我不要了 我不能老看你出于借钱去啊 借钱就得还 你说万一我还还不上你 你怎么跟人家交代啊 借都是借的 你总想买房子吧 想花这么少的钱 买这么好的房子 真的不容易了 那个战主说了 那个 不仅有钱 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 行了 我哥真难 真的 你赶紧把钱拿回去吧 跟你们说吧我都想好了 我呢 就跟我爸在这住着 什么时候我要有本事的呢 我就买房 没本事呢我就不买 是吧 哥 您虽然是我哥 但是您也不欠我的 您能别废话吗 我不光看你的面子 我还要看爸的面子 你得先看爸到大街上 修自行车吗 一点都不懂事 我哥是你生 我哥是你生 Là,我沒有看到 我沒有看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啊 我知道我这么做 委屈老大 可是两个儿子 我不能让他们两个人的身过差就太大 我什么做 你不冤枉吗 啊 儿子 啊 啊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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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现在房归你了 不过我不可能马上搬出去啊 我那边还有十几天才能收拾完呢 不行 不行 嫂子 要不你就先住着吧 小光 不是我说你了 你也三十好几的人了 咱找点正经事干行吗 要不然哪有钱还给人呢 是我一直找着呢 要不要我跟馨童说一声 在她那儿给你找个事做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自己找就行了 好多为之吧 我得去买地址 哎 嫂子 这样你这医院挺忙的 我帮你买去 你指挥我 我干活 小丽在那边帮我呢 不用了 你忙你们去 嫂子 谢谢你 是啊 别动 你去 哎呀 你让我也收拾 别动 别管 说好了啊 结果就是我俩给你收拾了 不是 社长 你放心 我俩一定踏踏实实地给您搜到咱的 新的社长办公室间 你说这社长也是吧 你这么麻烦干嘛呀 我在哪儿办公都一样 社长想的周全 您现在怎么也是社长了 怎么着都有间自己办公室这没错 其实 在车板上你们俩应该最了解我 做人一贯低调吧 是吧 我在哪儿办公真的无所谓 哎呀 烦死了我真不想搬 海您哪 就安心接受了吧 不管怎么说 这归到咱们出版社的面子问题啊 哦 你这话都说到点子上了 哎呀 也是为了出版社 我受点委屈吧 哎呀 真烦人 虎俊龙盘今盛期天翻地覆 凯儿康 凯儿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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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大夫啊 你这会儿忙吗 不忙的话到办公室来单独坐坐 家里能说 电话里也能说 干嘛非去你办公室啊 来坐坐吧 单独家里就 你要是没事呢 就去新房那边看一看 帮着忙活点 别无必呻吟 不解分歧 来 信通啊 你好 你好 你这会儿忙吗 也没什么事儿 我就想告诉你啊 我办公室的电话换了 你现在手机显示这个号码 就是我办公室的最新号码 有什么事儿 就打这个电话 要是没人接呢 说明我不在了 对 对 对 我想一个人去办公室 过奖 过奖 过奖了 好 再见 一定来办公室啊 好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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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宇还没回啊 给我发信息了 说放钱去爷爷家了 去那儿干嘛去 去那儿干嘛去 什么干嘛 去爷爷那儿有什么问题吗 放学不回家做作业 去那儿干嘛呀 想爷爷了吧 怎么了 他是想爷爷还是想电脑 天宇 你在哪儿呢 还没到你就回来吧 爸 别去了 我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你听不听话 不听话我急了啊 你这样不好啊 我这样怎么了 他去爷爷那儿百分之百是玩电脑 你爸跟你弟都哄着他玩 仨人一块儿玩 玩玩呗 小孩子你至于这么认真吗 都像你这样的想法 他成得了气呀 成气什么呀 不成气什么呀 你成气的标准是什么呀 考上名牌大学 毕业有个体面的工作 月薪高 就是成气 做个普通人 健康 善良快乐 就不成气啊 他考不上名牌大学 找不着好工作 挣不着钱 他快乐吗 他快乐我都不快乐 再说了 你一天到晚看他老的不小的 吃你的喝你的 当个啃老族你快乐吗 你怎么确定考不上名牌大学 就一定当啃老族呢 现在各个岗上干的出色的 一定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吗 行行行行 我不跟你说这个好不好 咱说好了孩子我来教育 您忙您的工作去 你要实在是精力旺盛做饭去 你摔什么摔呀 你看你这指甲到处剪的 这跟我不累似的 打开 吴总 过来 过来 你干嘛要去爷爷家 去爷爷家呢 你去玩电脑是吧 凌智公问呗 你这什么态度啊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一个孩子 你长大了是不是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已经跟姥姥说好了 从明天开始 你放学就去姥姥家住 我跟你爸工作都太忙了 监督不了你 我已经跟你找好了 数学和英语的补习班 姥姥会送你去上课 下了课姥姥来接你 希望你不要让我白花钱 写作业去吧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了 大孙子可来了 怎么是你啊 怎么了 不欢迎我啊 你都是不有钥匙吗 按什么门链你 忘带了吗不是 欢喜 不会是我不在家 约上哪个老太太了吧 胡说八道 什么老太太 天宇啊 说在同学那儿给我借了一本 练这个 太极拳的书 说下午两点给我送来 我这不一直在等他吗 这都几点了 这孩子会不会有什么事啊 不会吧 我给他打个电话 不会吧 哎 大孙子 我是爷爷呀 啊 你不说下午到爷爷家来吗 怎么没来呀 爷爷这一下午哪儿都没去呀 啊 不上爷爷这儿来了 上姥姥家了 不是说好了上爷爷家来吗 明天放学来呀 啊 那好吧 嗯 嗯 那爷爷料了啊 哎 好再见 哎哎 咱们人家又不来了 不是小吴姥也太过分了 天宇星犯的是我孙子 我得找他孙子 爸您干嘛 您要吵架去 我找什么架呀 我是想问问他 那他凭什么 不让我孙子上我这儿来 上他妈上去干什么 不是我跟你说 爸您现在要过去 那就是找茬吵架去 不是我找茬呀 小子是他找茬 他眼里也太没有我这个老公物了 你也打我太不当个事了这些 我得跟他说 爸爸爸爸 我跟你说您消消息 您您您千万别激动 您听我跟您说啊 你现在要去我哥家找我嫂子 你们俩肯定得吵起来 你说你们俩要吵起来 我哥夹在你们俩中间得多为难 是不是 您就是替我哥想也不能去 是不是 哎呀 你说我就是搞不明白 各位你哥这个人怎么骨头就这么软 一点都挺不起来 他现在是副社长啊 副社长那可是局级干部 副局级那也是大领导啊 怕他干什么 为什么怕他 到现在还怕他 我就搞不明白我就 你说那天宇是小文一个人的儿子吗 没有你哥他能伸出天宇来吗 他就是百路来百路去的 怎么百路都行 那你哥哥就没有一点发言权吗 不是我跟你说爸 您就别掺恶人教育孩子的事了 您要掺恶进去 那就是制造矛盾 你知道吗 再说您说您能活多大岁数啊 您还能活几年 是不是 那天宇的未来你看得见吗 能负得了责吗 不是 爸我我我我我我不是说您 你你你你那什么我不是那意思 我就是说这个你你你 别解释 你说的对啊不用解释了 我都这把年纪了 你说我还能活几年呢 我就是能看见天宇上高中 能看见天宇上大学 又能早点 你说我还能看见天宇工作 结婚生活吗 看不着 既然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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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还操这个心干啥 你说我还操这个心干啥 现在我知道了 现在我知道了 这儿子啊 是妈妈的 不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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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人 你能考虑 我 还是一个人 他在这儿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早点给我坐了呗啊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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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慌死我了 你吓死我了 你怎么还没起啊 头疼 困 没睡好啊 睡了 糊里糊涂的 一会儿睡 一会儿醒 爸 我说你啊 你这人嘛 忒小心眼儿 你说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管这么多烂事干嘛呀 你就应该认咱们去爱谁谁 你就照顾好您自个人身体 您吃得好喝得好睡得好 天天开心这就行了 我想开心哪 我能开心得起来吗 你娘死得早 我一个人把你们哥儿俩拉吃到 你哥呢 还算有出息 可是找了一个拿手术道的媳妇儿 还有一个老妖精似的丈母娘 孙子好啊 孙子完美无缺 可是我这个当爷爷的呢 想看孙子还不能随便看 还得听他们呢 还有你 我怎么呀 三十好几了 每天东游西晃的 也没个正经工作 都这么大了 连个媳妇儿都没有 我能开心得起来吗 爸 您这么说就不对啊 我是非固定工作 但我不是一直也挣着钱 没让你压活吗 我那回有一单晚上做得挺好的 行了行了 别吹了 爸 咱再说这媳妇儿的事 我跟你说我是不想找老婆 是吧 我想陪着您 我要想找老婆 排着队呢 老婆 五十二 五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三十八 五十五 六十五 五十四 五十九 五十七 找我干嘛 找我什么事 哥 本来呢 你们家这破事 我是不想掺和 但是今儿有说话 我必须得说 我不是为了自个 我是为了咱爸 咱爸怎么了 就因为昨晚天宇没来咱们家 咱爸今儿病了 病了 病得严重吗 心病 说严重就严重 你说我嫂子那人吧 也不是说她不好 挺善良也挺大的 就是太凶了 不给人面子你知道吗 你说她不给我面子无所谓 我是弟弟 是吧 但咱爸是说公公啊 他不给咱爸面子 你说是不是有点过了 不是 哥 我今天来没有想挑拯你 跟我嫂子吵架那意思 我也不想批评我嫂子 我就想跟你说说 哥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 你能不能在这中间 把这事就是调和调和 弄圆滑一点啊 你别让人太难受了 我跟你说昨天晚上 要不是我拦着咱爸 他就到你家找嫂子去了 你说咱爸又去了 你咋办 小光 都说男人嘛 是有假本气 我是适用体会 就冲这个你不想结婚 我还没意见 你也以为我没脾气吗 我稀儿小 但是不缺 我脾气好 但是不是没有 可我怎么办 我也不想让男爸 咱爸这样受气 可你说我咋办 我给你嫂子打 我会再离婚 不是 你一个大男人 男人就得震得住 此刻老婆呀 你这站着说话不腰头 等你娶了老婆你就知道了 不 我要娶了老婆 我绝对不像你这么窝囊 好 我窝囊 我窝囊行了吧 我等着看你怎么不窝囊呢 二哥 你要这么说 可没意思了啊 我跟你说有些话 我不想跟你说 我觉得挺不道德的 你要这样我就说了 你长得丑吗 你残疾吗 你有工作吧 你不是性无能吧 不是哥 你要长相有长人 要事有事业 你这 你干吗呢跟着 我嫂子不就是一名医吗 至于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你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我也曾经问过自己 一千遍 一万遍 可生活不像你说的问题 这么简单容易回答 我结婚十五年了 我努力过 我挣扎过 软的硬的我都试过 都失败了 谁不想当个王者 让别人臣服自己 前面是每个人的毕生追求 很遗憾地告诉我 目前我的状态 是我唯一可以平静 生活下去的无奈权子 要想安定平稳地生活下去 总要有人牺牲的 一个人的前进 是以另外一个人的倒退为代价的 我嫂子一直在前进 您一直在后退 那倒不是 杨的问题 我是一定要坚持的 她在进攻无效的时候 她要后退的 你比方说啊 在咖啡厅老板娘世界 她就在忍耐 并且推让了好几步 你必须要看到她的忍让啊 行行行 行了哥 今儿就当我什么也没说 咱俩也甭在这儿叫了 咱爸那边呢 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我不敢 我知道了 您让我再想想吧 你在这儿干吗 打你手机你也不接 我正给你发短信呢 我收集割包了 有事啊 你找个安静的地方说吧 你有事快说吧 我这儿还有病人呢 咱爸病了 咱爸 你爸我爸 我爸 肺炎又犯了 不是 昨天你不让天宇去他那儿 他伤心了 我不让天宇去他那儿 他伤心 他怎么那么脆弱呀 他怎么知道是我不让去的 你跟他说的吧 我怎么跟他说这个呢 那不没事找事吗 天宇告诉他呢 那又怎么了 我不让天宇去他就生病 我又没有不让天宇 不认他这个爷爷 再说了 天宇去他那儿就玩电脑 他不写作业 我这有错吗 站在你的角度上啊 为了孩子学习 肯定没有恶意 这我完全相信 可老人家肯定伤心的呀 因为他认为啊 就自己孙女想去看他 儿媳妇都不允许 你站在他角度上 也可以理解是吧 那你站在谁的角度上 我我谁也不会偏袒呢 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 既然大家都没有恶意 只是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上 考虑问题 所以产生矛盾了 如果双方都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问题的 也许就没什么矛盾了 是吧 你把你这话再跟你爸说一遍 我这忙着呢 他要病得不严重呢 你替我问候医生 要病得严重你给我打一电话 我跟他找对方检查 我那儿还有病人呢 请进 善长 还没吃饭呢 不饿你们吃了 我不吃了 跟饿素鬼投胎似的 自助餐 差点把人吃黄了 那吃自助餐不就得这么吃吗 要不然多吃亏啊 是吧善长 是扶着墙进去 扶着墙出来的 育东啊 我发现你好像已经完全摆脱了失恋的痛苦了吧 你总得活下去嘛 对 不管发生什么总得活下去 社长 这本书不错啊 借我看看呗 送给你了 你还真不客气 那我们过去吧 好 是 总得活下去 总得活下去 好 好 写什么呢 性感遗嘱呢 爸你别闹了 你自己这么硬吗 你 写什么遗嘱啊 你且活呢 现在的老年人哪 睡一觉 第二个早上起来眼睛就睁不开了 不有的是吗 趁我活着 把这遗嘱写好了 省了以后啊 你和你弟弟吵架 爸 你放心 我什么都不要 你老子所有财产 都是小光一个人 我真的不要吧 你放心啊 这还想着咱哥哥说的话 就是有一点遗憾哪 怎么了 你做不了主啊 你们家 你说你老婆 你丈母娘 要是分老大老二老三的话 那你应该是最后一个呀 爸 你别讽刺我了 我听小光说您身体不舒服 谁说我身体不舒服 我身体好着呢 没有不舒服 那您要不舒服的话 你给我摔声啊 对了那个本来小朋友跟我一起来的 后来呢他们医院其实太忙了 好 让我转告您 如果您要每天身体真不舒服了 你别打电话 他给你帮助你检查治疗啊 你也提我转计划给他 就是我谢谢他 好好 好 爸那那没什么事 那我那我先走了 走吧 别打扰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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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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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多的彷徨 你是我的心 最柔软的地方 一般也好 喜欢也喜欢 想起我会不让你伤心苦心 你是我靠得住的肩膀 今生约定相如一模的人 永远不会再相望 因为百年也好 一万年也好 相信我会不让你伤心苦心 你是我靠得住的肩膀 就算地老天荒 我们永远在一起 地久天长 感恩 我们永远在一起 永远在一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